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长时间没上荧幕了 我已经退休好几年 但是今天呢 你看我又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上荧幕 今天呢重批战袍 因为今天要采访一位多年未见的嘉宾 一位希克 就是杨淮先生 杨淮先生您好 高主播好 大家好 很高兴就别重逢啊 我看您除了丰满了一点 也可以说是臃肿了一点 没变样啊 还是那样 最后一次对您视频访谈呢 是2017年的11月22号播出的 历史明镜节目第94期 那题目是叫在山西邦老家考察复杂的省级班子 这一晃了六年多了 对不起啊 我先多说几句 你要介绍 要介绍你 杨淮先生啊 2017年秋天呢 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 进出中组部 他就一举成名天下之啊 过去说 洛阳只贵 到如今呢 当今呢 只倒是不贵了 但是无数次在网上传播 2018年开年一个来月啊 我就收到了至少13位朋友 分别发给我的电子版 说 老高 快看好书 我说你们呢 都翻开那个版权页 看一看 谁是责任编辑 你还发给我干嘛呀 为这事呢 我还当即对已经回中国的杨淮先生啊 岳阳心事问罪 是不是你把电子版泄露出去了 那杨淮先生呢 当时受了天大的委屈啊 赶快 就这个锅 这个锅可绝不能扣到我头上 你逗我还冤啊 你逗我还冤 当时啊 做了十期节目啊 有的题目是很能调动观众的想象力的 陈云 清点我到中央组织部 李锐手下工作 再比如说 回忆于江泽民的几次关键性交往 还有一期的题目是 原老受益中组部 清查三种人 包庇红二代 还有一期节目啊 就是 胡耀邦下台后 薄一波 王震 召集 王岐山 陈云 和我开会 这些题目都够刺激的啊 内容倒没什么 主要是这个 啊 高哲边的题目都能好 哈哈 观众没有忘记你啊 你看我退休了几年 一直有人就在问呢 阎怀先生在哪啊 在干嘛呀 为什么不做直 还活着吗 活着吧 对呀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给大家 今天有了这个机会啊 我看你是不是 给大家先老实交代一下 这六年来 你在哪 简单点啊 不要多说 多说之后 就我们后面节目就 别把后面的节目露底了 说几分钟 你说 你三五分钟啊 好 好 谢谢 2017年秋天 由这个高 责任编辑 辛苦的编辑我的书 还有当时的这个明镜老板 是吧 何老板 对吧 发行人就出我这本书了 那出了书之后 我在 当时在纽约 或在美国的 我住的地方 接受了十字采访 然后到了这个 二人先底 我说我二人要回国了 就是等我下次回来 再接受采访 大家有过列了大约十个题目吧 2018年回中国了 回中国之后 本来先老实点吧 刚回去不到一个月 就选修宪了 这个东西 我当时忍不住了 就反对这个修宪嘛 就是这个 真其制嘛 我想说文革后 在法律上 唯一称我 就是取消了中文治 之后 这个18年 胡安刚 也有这个 言论 我们就在清华 这个契罗胡安刚 19年呢 这个清华处理的 徐端顺教授 然后我代谢人 就是抗议吧 在清华 19元底 造调 诞辰一百岁 藏家委托我 组织 主持了造调葬礼 就是 这件事之后 对 19年 六四三周年 我跟清华的校友们一块 搞了一个 百群万民的 导念活动 就这件事 就得罪当局 当时不让我出境 后来拥有绿卡 让我出境了 但是条件是 这个 回来之后 不要再 继续建卖煤 因此我就 爽约了 就没有答应这个 这个 高主持人 在这继续采访 回忆之后呢 这几年反正是干了很多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是二十大之后 胡锦涛被 拆拂出 这个主义台之后 我觉得当时 这个 一天寂静嘛 这个 像李克洋 他们点 那个 点个头不敢点 我觉得 太不正常了 我就发了一封 我发了一封 为胡锦涛学长的安危 至习近平学弟的一封信 因为清华的嘛 我一个学长 一个学弟 就是这个事情 对贵党 又退党了 和我国的生育不好 应该 及时 这个 澄清 隐碍了之后呢 我又被 美国的 这个 立的这个 微信号 被封了 由于这些事情呢 我在 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事情 这个 一到敏感时期 楼下就有一辆车 两个警察在 这个 监视我 陷阱的行动 这次也经过 跟官方协议之后 追求我这个处境 我离开了美国四年了 他们答应我回去 我说 要是不答应回 我就不出来了 当时大概十年前 我谈过 我是这个 到从因所欲 不欲聚 也不落归宿 也不落归根的意思是 骨灰放回去 或者 回来的养老 业不了归宿吧 我还没落业 在树上 后面还有一话叫 中国书话叫 树一惊而风不止 我是风一惊而树不止 这几年回中国吧 你们来干些事 简单就汇报在这了 好 这个 还有 你这几年的这个经历啊 我们后面的节目啊 还会详细谈到 所以今天呢 你就给大家 先简短的 交代了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书归正传 我已经退出 银评好几年了 为什么今天重新当 这个主持人呢 跟你来做这个视频节目呢 就是因为你上一本书啊 六年前出版了 出版之后呢 现在又在宁静 出版了一本新书 这个新书的书名啊 这让人惊悚啊 定出新加坡监狱 这个封面的上方啊 还有两行字 定出中组部之续集 中西两国保密27年 保密27年 那就是说 你讲的 这本书讲的是 1997年的往事了 对 那怎么回事呢 你在新加坡坐牢了 是寻衅滞事 是散动颠覆 是偷税漏税 总不至于在那儿 因言获罪吧 当今有个词啊 颜怀先生 当今有个词 这个词叫人设 这个新书啊 您的人设 您过去在读者 心目中的形象 可是大受冲击啊 因为你坐牢了 您是个 曾经是囚犯 是吧 承蒙明静不弃 你这本新书啊 还让我来当责任编辑 所以我呢 此时此刻啊 我是提前获知了内情 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涉及情报 你是个间谍 间谍阵 间谍阵 之所以我刚才啊 说明智顾问呢 是因为我们节目的观众 到现在 大概才刚刚知道 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我是带大家来问你 带这个 带更多的 广大的这个读者和观众来问你 而且他打算详详细细地采访您 好 你怎么间谍 这个 这个罪名 您刚才说了 间谍罪 那肯定白纸黑字啊 是不是 但是 还是会引起很多的疑问 是冤案 是叛国 是受命 如果都不是的话 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呢 我先打一个广告 就请读 盈淮先生 最近在明镜出版的新书 进出新加坡监狱 要买书的 请点击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 简介中的这个链接 而且希望大家继续观看我们后续节目 您您这个地方是 我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 这个同意啊 是确实是间谍罪 也确实不是冤案 不冤案 罪证却凿 让我大点眼睛 我认罪扶罪 认罪扶罪 所以 所以还 而且还真的服刑了 是不是 对 整个还好 关键时间不再太强 不算太长 那么这个 这个进出新加坡监狱 这本书啊 这本新书 它分了上中下三部 这个您分三部是 分别讲什么内容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上部呢 主要就是 应该讲是 秘密进出新加坡秘密监狱 想说 题目说长的话就这样 主要呢 大约有十万字 这个前面五万字呢 上部有十万字 上部大约十万字 明白了 前面五万字 是讲我出生 到一九九七年 这五十二年的简单经历 是不 我第一部书的一个缩写真丁版 第一本书是三十五万字吧 给亚洲在五万字里 同时争订了一些内容 一些我的上次没单说的事情 后五万字 就是新加坡监狱的事情 要详细讲的就是 我秘密被捕 秘密关在新加坡的政治秘密监狱里 这个监狱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秘密释放 秘密看管 秘密驱逐出境 然后 二十七年来 中心两国 这个严守这个秘密到现在 这是首次披露这个问题 这个书的中部 是我 近六年 在中国的异端 和当局的算代吧 或者当局的管制吧 也好 大约有 十二三万字吧 六年吧 平均的每年两万字的话 这六年就十二三万字 第三部分 是我对常识的体悟 叫体悟常识 是我对 近八十年 我人生 对一些政治 社会 思想 文化 生活 也问题的体悟 一些感想 大概有 假如一百条 每条三百字吧 三万字 整个书大约是这个 二十五万字到三十万字 之间吧 好 情况是这样 也就是说上部 您刚才说上部十万字 中部呢 近六年的经历呢 是十二万字 十二万字吧 这个下部 大概多少 大约三万字吧 假如一百条 大约三万字 这样是二十五万字左右 这本书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下部 实际上就是你 近八十年 你刚才说八十年 我们的班 看你的样 可不像八十岁 1945年生的 按今年说 应该是七十九岁了 七十九 进入七十九 对 不是 但是 尽管我 年底过 是刚过生日 十八十年 不长 但是假如我 现在去世的话 我的墓碑上 写上 1945到 2024 人们一减 就是七十九 对吧 到这个年龄 就不算 几个月 不几个月了 是吧 就是 人们都没说嘛 将来我要写 写声明的话 括弧不是 1945到 2024 假如我 现在还没有 我这个 跟做完节目之后 一跟他摔了 是取不来可能 就是 中年 享年 79岁 那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这个第三 就是您这78岁也好 79岁也好 这个人生体股 您提炼的 从您自己的生活经历 阅历中间提炼的人生哲理 您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自己的人生 对人际关系 是吧 提炼的 提炼出来的 这个人生哲理 那很好 我们到时候 不敢说哲理 我是最常识的体悟 对 常识的体悟 对 希望 希望这个在眼下 这个心灵鸡汤 很这个 正行的时候 您这能给他们 当头一把 对 因为我是属鸡的 不吃鸡 我减肥 不喝汤 所以心灵鸡汤 对我不起作用 我也不给别人 吸引鸡汤 好好好 好 我下面一个问题 好 就是您这个1997年 做新加坡的 做新加坡的牢 做了 您说的时间不长 反正也有几个月 五个月 五个月 这件事情过去了 27个春秋 您一直守口如瓶 就您刚才说的 中国中方也好 新加坡新方也好 他们都是 这个知识不提 把这个事情保密 保得严严实实的 那您在上一本书啊 我这旁边啊 我在跟做几个位 一本书 上一本书 进出中组部 这个书 封面上就写了 是吧 封面上的两行字 就写了 祖国44年 从革命之子 到反对震报 海外28届 28载 从民运骨干 到政治学人 您这个 您这个27个 春秋过去的时候 要算下来的话呢 就是在海外28载中的 一段岁月 对吧 对 那么这个 你去这个书里面呢 你的这个回录里面 只字不提 在新加坡当间谍 坐牢 为什么过了27年之后 您现在想起来 这个事情还是要披露 在这个新出 进出新加坡监狱 这本书中间的 披露这个惊人的事件 您怎么考虑的 好 这个问题 向您 也向观众 汇报一下 这个事情 我的父母 到去世都不知道 但是 有两个人知道 19 I'm sorry 2015年 我把第一本书的提纲 给您和和平之后 应该记得 我跟你讲的事情 当时你们提两条 第一 是说 也是跟你人设不一样 你是民运分子 在中国也是异议分子 然后去为中国做事 这事情 跟整个书的格调 你看 我是 对吧 反对真报也好 民运人士也好 对吧 这个事情不好 第二呢 这本书 第一本书 就有三十五六万字了 加上照片之后 在六百页 假如加上这个内容之后 就太长了 你当 这些东西又不够 要说两部的话 也很难卖 当时因为还纸字版的书 当第一条主要的了 我接入你们的意见之后 就把这些内容 有没有再展开 但是书里有一个伏笔 陈云 陈云的儿子陈云 我的哥们 到了新加坡 臭 在他这个 酒店的卫生间里 关于讲 我有一些 新加坡的情报 具体讲 甚至关于 李鹏儿子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些贪官嘛 在中国是高位 然后这么这个 啊 这个享受人民 那个 嗯 血汗钱 另外还给向新加坡 出卖自己的这个 情报 然后拿去定外钱 我很恨这些人 不是爱 我很陈云儿本东西 他是 红的胡椒 勉腆的 带到了北京 嗯 我说你交出去 但是不用讲来源就可以了 当然书里有这部分 啊 我讲这个事情 应该讲 对吧 你和何丁 在应该讲 实验前就知道的事情 是他在实验前 然后我书里有个伏笔 就像这样 嗯 就是 新加坡这个保密公司 很好 嗯 就属于我讲了 整个他们的 整个特别专业化的东西 这个事情 啊 我离开这报社 基本半年 就没人知道 各种编带的东西吧 啊 千亿无缝 谁到现在 还没人知道 嗯 中间 有 我想 到中国 我也不谈的事情 嗯 这个 大约在 十几年前吧 新加坡有个年轻的议员 在竞选的时候呢 为了这个 得到选票吧 说 中国 还派学者 来这个 著名学者 来刺探我们的情报 怎么怎么样 结果中国的交部 就继续抗议了 嗯 当时这个 李光尔赛 你就把他压下了 就是 不能这么乱讲的事情 他最好就 最后就改口了 说我的想象的事情 啊 怎么样 把这事情掩盖出来了 嗯 所以你看我在新加坡 是很出名的人物 这个事情之后 到现在 没有任何人知道 当有人 稍微吸点风声 我回国之后 我回国之后 问我的事情 我说 啊 咱们按逻辑和常识 来讲的事情 我这么出名 真大事情 真有了之后 新加坡 相对有媒体 有相对自由 还有新加坡 有世界各国媒体 怎么没人要说呀 我说 你当心说 更没得回事 我这一说 可怕说服了 就这样 就把自由掩盖过去了 嗯 听讲 继续问 明白了 就是说 这个您刚才说的呢 就是 这个中 中方和这个 新加坡方面的话呢 都是保密做的 还算不错的 个别的有限 很快也掩盖过去了 刚才我问你的问题 就是说 你为什么这个 一直都不谈 一直过了27年 到今天才谈 您刚才也回答了 实际上这个责任呢 特别和我 实际上 您在9年前 在2017年 2015年的时候 您在写这个书稿 这个策划 您就对 就打算来披露这个事情 对 只不过 这方面呢 我和平先生怎么想 我先不管 我就说我当时的想法 好的 这个事情要披露 另找场合披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 要说出来的话呢 它不是三言两语 能说的心的 你看您这次 这个书里面 就用了五六万字 对 那上前前后后的 恐怕都还不止 那么至少 要用五六万字 才能把它说清楚 而当时那个书呢 主题的思想啊 我当时主要的担心 就是怕这个事情 一披露之后 可能冲淡你的上一本 进出中组部 那本书的主题 那就可能 这个注意力的影片啊 是吧 所以我是建议 这个先暂时不提 然后让大家的话呢 其中注意力 但你当时的那本书里面 所讲的那些内容 包括尤其中间的中组部 那一部 是吧 后来我看 不管是李锐先生也好 杨启诚先生也好 还有徐有余悦胡平啊 他们所有这些人 海内海外 都是觉得那一部分 是最有价值 环境量最高的 所以 李安勇 对李安勇教授 那些美积的一些 汉水家也这么看吧 也这么看 对对对 所以现在看的话 这个责任不能由 您一个人来承担 而是保密 把这个事情 对大家瞒得像铁筒似的 那是这个 我们当时知道的话 它是有这个考虑 所以也是 也是今天借这个机会呢 对我们的这个电视观众 也是做那么一个交代 对 我 我真的就是这样 在专业问题上 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所以你们两个就专业人士 对吧 所以 更好 并且当时我还想 当时我还说个好像是 80岁之后 我写第二本书 把这个披露 同时把我其他第一部书没写 再写一写 但现在看来呢 因为中国在几年的形势变化 然后我先出来之后 我想就 七天吧 这个准备到八岁出的书嘛 就79岁出了 或者西岁吧 我人就比较西 所以七岁八岁出的书了 那很好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想就先讲到这 讲到这呢 这个我们后面还有很多 更加劲爆的内容 尤其是您刚刚 您这个惊人的消息啊 让大家知道 大家肯定都有很多疑问的 是吧 我们就在下面的节目 我们再来 再来接着往下谈 这支节目呢 就到这 非常感谢您 严怀先生 也感谢我们在电视机前的 众多的观众 最后呢 我再还要再说明一句啊 就是 严怀先生最近在明镜出版了新书 进出新加坡监狱 那么请大家呢 看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简介 下面就有这个链接 按照这个链接呢 您就可以这个 订购这个书了 好 那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 再见 谢谢发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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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